糟糕,二七個耶,我們今天是可以收播了吧 可以可以可以,現在可以聽到聲音 好啦好啦好啦,哈囉大家好好久 上禮拜沒有直播嘛,你看 就是因為沒有直播,所以才大跌 現在播完了之後,下禮拜怎麼樣 不知道 會不會跌了,還是不知道 反正這禮拜應該是跌得有一點淒慘啦 可是其實說實在話,就其實這個東西 在前幾天的,在之前的 文章就跟大家講說 你最近 我跟大家講一下 最近就是因為第一個就是過年 他要抽資金嘛,我們知道丙種 丙種金主一定要抽資金 那丙種金,因為我這樣講 就是所謂的丙種資金就是說 他們的利息會比較貴,像可能一般融資利息可能是6% 那丙種資金利息 會到18% 你看喔,所以 過年期間他們也是照樣會計算利息 所以我們可以知道說 為什麼丙種他們會在過年前 有些墊餅的他們會抽資金 因為過年 他的利息是照算 所以說在利息18%這麼貴的情況下 為什麼最近跌的這麼重 其實就是因為 他們要把股票先賣掉,先把資金抽回來 但大家去想一件事情 如果說現在開始抽資金,那請問一下 那這些人會不會在過完年後買回來 當然有可能啦,難不成怎樣 資金抽回來之後永遠不做股票嗎 不可能嘛對不對 所以說 現在的大跌 大概每年過年前都有這個 都有這個現象 每一年的過年前其實都差不多有這個現象 過年前怎麼樣,就先跌 那過完年之後可能就會比較恢復正常 所以說 大家不要覺得說這個大跌 很可怕怎麼樣不要,不要那麼覺得 因為其實這個大跌都是正常 不然你想,去想一件事情 現在股市 16,000 16,000你不覺得太高了嗎 對,我也覺得太高 但跌下來之後怎麼樣 跌下來之後其實才會有進場的時間點 因為股市在這麼高 說實在話 你要說在股市一路往上創高 那個難度當然一定會有難度 那 現在跌下來之後反而是 比較有空間 所以在之前的文章就跟大家說過 我已經說了很多遍 你在這個時候你一定要好 把資金控制好 你不要想說 我在過年前怎麼樣 好好大賺一筆之類的 沒有 沒有這回事 你在之前講過你一定要好控制資金 就把資金稍微控小一點 因為你這邊過年前你壓太多資金 基本上來說其實本來是比較危險的事情 那現在大家又很怕說 過年期間 會不會有新冠肺炎的疫情會發生 就是二次疫情爆發 大家也會怕 所以說這些因素 也就是這樣比較下來就知道說 其實為什麼最近股市會大跌 其實真的不是一件太意外的事情 好那我這樣講 我靠腰尖 今天是 可是跌真的是可怕 對我這樣講 每一次跌都是可怕 我跟大家講一件事情 我先把圖稍微縮小一點好了 好我們來看到 我們來看到這個 等一下 我們來看到這個 你看喔跌真的很可怕 對 我們來看到去年三月份的時候 你看從從這邊開始 去年三月的時候不是也跌了很多嗎 去年三月不是也跌了非常多 可是你看這跌幾天 一天 兩天三天 四天 五天 六天 七天 八天 九天 其實也才跌九天而已 你有發現嗎 去年這樣子 三月份的時候大跌 從萬點跌到八千點 跌多久 跌九天而已 但是那九天我們現在看起來好像沒什麼 但是其實那九天非常煎熬 所以其實在大跌的過程 我說真的啦 在跌下來之後 那後來怎麼樣 就反彈了 所以在跌的時候 我跟各位講就是說你不要害怕 反正 在文章裡面 我是都跟大家講說 你一定要去控制資金 然後你要怎麼樣 做好停損 就你該做的這些東西 一定要做好 你把資金控制好 停損控制好 基本上 你一定會有 小小的受傷 但是如果你沒有把資金控好 你沒有去做停損 基本上你現在什麼 一定是重傷 因為很多股票都下跌了 所以 這個東西就是一個 我這樣講 就是在 我的文章裡面 就在我的pressplay文章裡面 一定都有 一定都跟大家講說你一定要把資金稍微控制好 然後停損要做好 因為我知道說在每年的過年 大概都是這種狀況 就是怎麼樣 就是 先大跌一波之類的 但跌下來之後 你覺得說今年景氣有改變嗎 你覺得跌下來之後景氣有改變 剛剛有說跌九天 把好幾個月漲幅吃光了 對跌九天把好幾個月漲幅吃光 可是你要想 剛剛有同學問到說跌九天就把好幾個月漲幅吃光 問題是 跌下來之後 跌下來之後股市創歷史新高 那 你覺得要不要跌這九天 當然要啊 因為給他跌這個九天後來可以創歷史新高為什麼不好 會覺得不好的人一定都怎麼樣 都是不停損的 一定都是不停損 因為你在不對的時候就是砍股票 我要跟各位講一個觀念 你有不對的時候你就是砍股票 你不用想太多了 你不用想說會不會反彈 不知道 反彈之後再追回來就好 股價漲上去你再追回來就好 股價下跌的時候你就是乖乖的把股票砍掉 就這樣而已 股市你要有 一定要有這個觀念 股價下跌你就把他砍掉 上漲之後怎麼樣 再把他追回來就好了 順勢去操作 你不要去想 不要有太多的想法 記得不要有太多的想法 荷包縮水 正常 我這樣講 你在現在操作 誰不會賠到錢 一定都會賠到錢 賠錢又怎麼樣 再賺回來就好了 賠錢就是再賺回來就好 股市就這樣子 賠錢怎麼樣 再賺回來就好了 我覺得這個東西很重要 就是說大家會害怕下跌 害怕 之後 可能現在賠錢之類的什麼情況 在股市當中沒有人是不賠錢 沒有人是不賠錢的 那賠錢之後怎麼辦 賺回來就好了 就這樣而已 再賺回來就好 如果你連自己 都不相信你自己賺得回來 基本上我也可以跟你說 你可以退出股市 因為你連你自己都 你連你自己都不信任你自己 你要怎麼在股市賺錢 不可能 這樣懂意思嗎 沒有 我不是在安定人心 我是說真的 我跟各位講就是說 在操作的過程 其實信心很重要 就你有沒有信心 其實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如果你是你對你自己是沒有信心的 那就算股價上漲 可能漲一趴兩趴 你就跑了 為什麼 因為你會怕 你這樣懂我意思嗎 你沒有信心就要你股票看對 你也抱不住 那如果你是有信心的 OK好你對你自己的操作是有信心的 股價上漲 你可以抱了一個波段 那 有看錯的時候 砍掉 停損 那你這樣還是可以大賺小賠 所以我跟大家說在股市操作 我一直跟大家講是說 我不會教大家說不停損 不停損那東西絕對不是我教的 我一定會跟大家講說停損 停損的觀念很重要 因為你不可能 每一檔股票都看對 你看 停損下來 你有資金 新的資金出來之後怎麼樣 等到股市變好 轉好的時候 你還可以 再去 買新的股票 你這樣懂我意思嗎 最怕什麼 最怕就是說你 滿手的 滿手的股票 但是你沒有多餘的資金 等到盤面轉好的時候 你沒有多餘的資金可以去買 最怕這種狀況 所以說我們在操作部分 你就是要保持彈性 就你該做好的停損就是要做 讓手上部位是有資金的 等到盤轉好的時候你才能夠 再把你的資金 再加進去 這樣子的話你的 虧損才能夠比較快賺得回來 這樣了解嗎 就是說我們在操作的過程 其實就是這樣子去操作 我覺得東西很重要 不看直播 陽明威 不看直播 怎麼剛剛有人說 怎麼剛剛有人說 不看直播給我滾出社團 什麼意思 等等等等 是有人吵起來了嗎 那好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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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剛剛怎麼剛好看 看有人在吵架之類 好啦我這樣講就是說 陳明偉 陳明偉 有人在吵架嗎 剛剛有人說 怎麼不看直播給我滾出社團 好啦就是 吵架啊 我不知道 不用啦不用啦 其實不用啦 我這樣講就是說在操作的部分就是大家稍微小心一點 就是 我還是覺得說這個盤 第一個我覺得這個盤你覺得他會死掉嗎 目前看起來真的不像 為什麼 因為第一個 我想講 市場上的資金還是很多 那個錢 還是 還是在市場上 那現在我會把 歸類一個 是漲多之後的拉回 那這個拉回其實正常 為什麼 因為第一個我們可以知道說跨過年了 就剛講的跨過年了 市場上會抽資金回來 那再來就是說因為市場已經熱太久了 熱這麼久的情況之下 當然一定會拉回修正正理 但是如果 就趨勢來說的話 你說一個 多頭的趨勢有沒有改變 目前來看真的還沒有改變 目前來看真的還沒有改變 因為市場的資金還是非常的多 那 你說就是 會有什麼樣的利空嗎 目前看來還不知道什麼樣的利空 但只能說現在就是一個漲多時候拉回 所以你在這個時候的操作 你就知道有點耐心 你不要看到股價好像盤中上漲就跑去追 記得一件事情 最近你不要看到盤中上漲就跑去追 你這樣的話你的操作風險一定會比較大 所以你就要有點耐心 你看到股價上漲你要忍住 你知道嗎 你要跟自己講忍住先忍住一下 為什麼 因為你看到最近操作 就是早盤很強 後來怎麼樣 開高走低 我跟各位講 當你發現這種早上很強 然後後來就開高走低下來了 這種情況你就要小心 為什麼 因為在股市當中 我這樣講 在股市當中 早盤很強 會不會有人去 追 去追股票 一定會有 那有人去追股票的情況之下 他會不會掉下來 掉下來之後 早上追的人就套在高點 那你想 這樣現在股市 如果套牢的人越來越多 就表示這個賣壓就會越來越重 所以在最近的長期 你要記得一件事 就是說 你不要看他上漲就跑去追 這邊要稍微等一下 我這樣講 我們看到大盤的五日均線 都看到這一條 先看到 這一條 你看現在指數還在 五日均線的下方 如果說我們要等到一個稍微比較明確的 止跌的訊號 基本上來說 五日均線 一定要站上 可是你看現在大盤 其實還沒有站上五日均線 現在都還很明顯 很明顯是一個什麼 下跌的走勢 大盤還沒有站上五日均線 其實在於你的操作 你就知道說 那最近可能要稍微小心一點 為什麼 因為連五日均線都站不上 你看在過去的情況 股價只要在五日均線上面 基本上來說就是做多 沒什麼問題 但像是現在這種狀況 股價已經在五日均線下方了 那你這時候你就要知道說 你的操作就是稍微要小心一點 你不要想說我可以 買在最低點去超那個底 不要這種想法 不要這種想法 做股票你不是要買在最低點 而是怎麼樣 等它止跌的時候再來看 那什麼時候是止跌呢 等到股價站上 五日均線之後再來看就好了 這樣懂意思嗎 所以 操作部分這樣 你看到什麼樣的訊號 去做什麼樣的操作 現在竟然指數 還在五日均線的下方 那你自己的操作 就是稍微保守一點 把資金縮小一點 這樣了解嗎 所以就是這樣子去看 好吧那現在就是 先來回答大家的問題好了 為什麼大家問題不見 有同學問到說那個 文正問到 現在大盤跌 不就要等到年後開盤 才會大升 才會升 不一定 說不定下禮拜就止跌了 為什麼 我跟各位講一下那種 我跟各位講一下這個 丙總資金 丙總資金 他們抽資金會在什麼時候抽 在這個禮拜 每年 大概都是在過年前的一個禮拜 會抽資金 所以這個禮拜就是 丙總在很平凡的抽資金 我舉例來說 你看像是 天玉 或是像什麼 或是像 同志 這一類的股票 你看最近這兩天都很弱 尤其像天玉 就這種 漲多的股票 他就一定會有什麼 一定會出現 抽資金的狀況 所以說 丙總在這個禮拜 其實就在抽了 那下個禮拜 基本上 賣壓應該會稍微緩解一點 為什麼 因為這個禮拜其實都抽得差不多了 講不到這個禮拜 該抽資金的 該繞跑的 這禮拜大家都繞跑了 下禮拜 當然還是會有些零星的賣壓 但是會覺得說賣壓 比較不會再這麼重 當然還是可能會跌 但是賣壓可能不會再這麼重 這樣了解嗎 所以不一定會等到 過完年之後 才起漲 不一定 有可能是在 年前的時候就可能就止跌了 這樣了解嗎 年前搞不好就止跌了 所以我覺得這東西 當然這不用去預設力上 你看到什麼樣的訊號 再做什麼樣的判斷就好了 那來回答大家的問題好了 那有第一個同學問到 想要問忠實化 好我這樣講 問忠實化 OK好 我這樣講 像忠實化這種 股票 基本上來說 你問我說 老是那到了這邊為止 我要砍股票嗎 基本上來說 如果股價跌到這邊來之後 你要去砍 其實也不好砍 懂得意思嗎 基本上來說 股價已經從三頂上 看喔 從12塊1跌到9塊26 基本上這已經跌了多少 跌大概有三成的空間 對不對 已經跌了大概有三成 基本上 股票跌了三成 那 其實大概 我這樣講 大概也就是一個怎麼樣 大概跌的差不多 那 我再跟各位講一些事情 如果你要去判斷什麼時候可能會止跌的話 我們先把均線拿掉 就是你看喔 如果我們去看個狀況 像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 我要把它標示一下好了 這邊地方 這邊位置就是一個奇漲點 可以看到現在 股價它已經跌到 起漲點附近了 有發現嗎 股價已經跌到起漲點附近 像這種狀況就會 比較有可能會出現那種 止跌的力道 止跌反彈的力道 所以如果說在這種狀況的話 就代表說他可能這邊有機會會止跌 那止跌之後呢 你要說他一路向上走波段 基本上也不會這麼快 他可能還要是上去下來再整理 所以說像這種股票 他不會是我們主要操作股票 但是他剛好已經殺到什麼 他剛好已經殺到一個起漲點的位置 所以說 你也不用說這邊要不要去追殺 也不用為什麼 他剛好就殺到一個 起漲點的位置 他已經跌了差不多三成了 所以這種時候你也不用再追殺股票 但是如果有反彈的情況之下 這種股票 你我不會去亂追 而是有踏牢的人 可以怎麼樣 可以趁反彈的時候 先把它 減少虧損 你懂我意思嗎 減少虧損 就要這樣講 因為像這種已經殺到起漲點 附近的股票 他是 隨時都有可能 會出現那種 止跌反彈的力道 這個是有可能的 只是說就是以一個 長期操作來說的話 那就會比較 小心一點 因為這種股票 畢竟 我們可以看到 他均線 均線都在頭上 他反彈到均線附近的時候 他都還有可能會怎麼樣 遇到壓力 這樣了解嗎 所以這個是忠實化 那再來看到合作 我現在講合作其實這個東西有點尷尬 合作其實關鍵是在這一根 1月15號這根K棒 等我一下 我先看一下 他的關鍵是在1月15號這根K棒 我想 這根K棒你看 之前有教過大家 他是一個什麼 他是一個大量 沒錯吧 他這個大量 好那 等我一下 我先開 我先開一下軟體 稍微等我一下 為什麼我今天軟體打不開 我這樣講像是合作或是紅海 我等一下會教大家一個就是判斷股票的方法 大家可以等一下來聽一下 就等一下後來教大家一個就是在最近判斷股票的方法 好那我們看到合作 合作會注意 剛說會注意那根很大量的K棒 這根大量K棒 我看是1月15號 所以說 他的均價就是 81塊7 我這樣講 這一根 這一根大量的K棒 他的均價是81塊7 所以我們把81塊7 大概標一下 大概在這邊 大概在附近吧 大概這邊 好我這樣講 這個位置 就是股價 這個81塊7 這個位置 就是股價一個壓力點 所以我們可以發現 事情怎麼樣 最近股價 剛好就在 壓力附近 那像是這種 在壓力附近的 股票 基本上來說 就不會 太刻意去買 為什麼 因為你看到壓力就在這邊 那壓力需要什麼 需要買盤來幫他做突破 可是最近的買盤強嗎 沒有 最近買盤很弱 因為快要過年了 所以最近對於這種要突破 壓力的股票 其實都比較小心 因為買盤在減少 因為快要過年了嘛 大家不想這邊去賭 所以買盤在減少 買盤減少的情況之下 股價要突破壓力 自然就會比較難 所以他的壓力點 就在81塊7 這邊 既然知道 壓力在這邊 那你就是小心點嘛 那我們再來看另外一個東西 你要記得 在這個月選股 這個月選股有一個比較重要的地方在什麼 比較重要的地方是在月限 你要記得喔 這個不對 不是這個月選股 下個月選股 差不多了啦 反正這個月底 我要講在這個月到下個月的選股 你要注意一個東西 就注意一下 你有發現這一張圖 這一張圖是股價的月限圖 像最近 最近你要選股 會盡量去選擇 這個月的成交量 不要太大 你看喔 合作這個月成交量大不大 下面這個是 你看合作這個月成交量大不大 超大吧 合作這個月的成交量非常大 那我們知道說合作這個月的成交量 這麼大的情況之下 就表示什麼 表示說 他下個月 只要一亮縮 亮縮的情況之下股價可能就不太容易漲了 你這樣懂意思嗎 因為下個月 基本上沒有意外 很多股票都會亮縮 因為剛好卡在過年的年價 所以交易的天數變少 下個月的成交量一定是萎縮的 那在配合上 這個月這麼大量 所以說 下個月亮縮的情況之下 股價他就比較有可能會什麼 呈現盤正 或是修正 你這樣懂意思嗎 就是股 沒有量 沒有量股價就不容易漲 所以在這個月選股其實會 注意到這個關鍵就是說這個月量太大的股票 基本上是不會碰的 那我們看到鴻海 有沒有發現 鴻海也是什麼 這個月的量這麼大 沒錯吧 鴻海是不是這個月量這麼大 像這個月的量這麼大的股票 其實說實在話 在 2月份的時候都不會是我們主要的操作標的 你這樣懂意思嗎 因為 這個月量這麼大 他下個月如果量縮的情況之下 量縮就表示股價 他不容易怎麼樣 往上漲 這樣懂意思嗎 所以你看 這邊選股大家用這個方法 其實可以塞掉 非常非常多 不必要的股票 你一定要最近選股 你就朝這個方向來走就好 找這個月量能沒有放太大的股票 這個東西很重要 我給大家看 我給大家看一個東西 我們要看到大盤 你看大盤這個月的月限怎麼樣 夭壽 這麼大 對不對 大盤這個月的月限這麼大 所以說我給大家一個操作選股的觀念 就是說你在選股票的時候 你要嘛選比大盤強的 要嘛選比大盤弱的 那你就是不要選的跟大盤一模一樣的 像這個月大盤量這麼大 量這麼大 所以說我們就會在選股會去尋找 這個月量能沒有放大的股票 這就是我在 接下來選股的主軸 就會在這邊 這樣了解意思嗎 這個東西蠻重要的 這個東西蠻重要的 就是說 在接下來選股的 過程 我就會 朝這個地方來看 這樣了解嗎 我的飲料呢 這個東西蠻重要的 這個都蠻重要的 沒有理我 好啦這個大家聽得懂吧 大家應該聽得懂吧 就在接下來選股 我說實在因為這個月快過了 這個月已經快要過去了 所以說 在接下來選股就是朝這個方向來走 應該是沒有什麼問題 選這個月的成交量 你看這個是月限圖 這邊有月限圖 等一下 我開一下 等我一下 我開個東西 我開個東西等我一下 去看這邊 去看這個月限圖 這樣OK嗎 所以這東西就會從這個地方來選 好嗎 好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 那就繼續再看下去囉 OK 那我們再去往下看 看到下一個問題 8069的元泰 好 元泰其實很有趣 你有沒有發現一件事情 來看元泰這個月的量 你有沒有發現 元泰這個月的量 是量縮的 有發現嗎 所以像這種股票 他就 比較會變成我們的 選股 選股的方向 這樣了解 你看喔 我在剛剛講到 量能 不要放太大 所以像元泰 他這個月的量 是量縮的 那這個月的量如果是量縮的情況之下 就會比較去關注 這種股票 為什麼 他量能是量縮的 就表示什麼 他這個月 他跟大盤是走反方向的 因為大盤量爭嘛 所以我們選這樣 這個月是要量縮的 所以像這種股票 其實就會比較成為 我們觀察的方向 那一樣我們看到日限圖 好我們看到日限圖 其實日限圖 其他日限圖也是 有一點點討厭 你知道為什麼嗎 就我們看到這個位置 我們看到這個位置 這一根 我們現在看到這一根 這一根 你看喔這一根 他的量特別大 像這一根 K棒他是一根什麼 價跌量爭的K棒 沒錯吧 那像這種 價跌量爭的K棒 他的上影線 他的高點 就是一個壓力點 所以看到過去股價 他到了這個位置 站不上去 那今天呢 其實今天有點要站不站的 那這種就有點尷尬 但是如果說 以最新的情況來說 今天大盤差成這個樣子 他還能這樣守住 其實已經不算差了 那再來就跟剛剛講的一樣 就是說他的月線 他的月線是這個月亮鎖的 所以像這種股票接下來都會是我們 主要關注的標的 這樣了解嗎 這個月亮鎖的像這種情況 就會變成會主要是關注的標的 好那再來看到 剛剛問什麼 問委權店2436 好我們看委權店喔 其實委權店像這種股票 他一個很明顯的 第一個 剛講過一件事情 像這種股票 我們現在要不要低接 基本上 不會想去低接他 為什麼 因為 我剛剛講一個觀念就是說什麼 我們在現在的選股 你要為了什麼 你要為了下一個 波段行行而努力 什麼意思呢 什麼叫下一個波段行行 就是在 選股是選什麼 下個月他比較有機會走波段行行 或是在下下個月 他有機會走波段行行 但是像這種股票第一個我們來看一下他的月線就好 我們來看一下他的月線喔 你看他月線 這個月月線怎麼樣 是亮鎖的沒有問題 但是你會發現 他這個月 怎樣 跌了不少 有發現嗎 他這個月其實跌了不少 像這種情況 這個月跌了不少的 他下個月 他可能怎麼樣 會亮更鎖的 去整理一下 那我們回到日線圖來看 像這樣是月線圖 我們現在回到日線圖來看 你看喔日線圖在這個位置 那 大家跟各位講一下就是說 我們先來看到 這種狀況 你看到這兩根 這兩根的量其實都很大 像這種情況的話 如果像這種 這麼大量的話 就表示什麼 表示他的 壓力區可能就在這邊 就在這附近 所以說就算股價可能反彈 反彈到壓力區這邊 還是有可能會再下來一次 所以類似這一種情況 因為什麼 因為他的大量 你看喔 他的大量位置 你看他大量位置 都是在股價上方 他的大量位置 是在股價上方 就表示他的 壓力在頭上 那我跟各位講過 最近如果說你要有量 其實很難的一件事情 因為為什麼 因為買盤縮的時候 所以像是這種大量 在股價頭上的 這種股票就比較不會是 我們的選股方向 你這樣了解一下什麼 當然他說抵到這邊他會反彈 不知道 但其實像 這一種股票 第一個 他 大量的位置都還在股價頭上 這一種 我們就比較不會去 輕易嘗試他 這樣了解嗎 好 剛剛有同學問到一件事情 請問老師看還原月線 跟月線有啥差別 我跟大家來分享一個概念 什麼叫還原 先跟大家講 你有沒有發現一件事情 就是 我在看線圖的時候 我都是用什麼 我都是用 還原 我都有還原這兩次 我都是用還原線圖在看 我不會去看一般線圖 那這個是差別在哪裡呢 我來跟各位講一下 我現在把均線先切掉 我現在把均線先拿掉 好我現在把均線拿掉 那我們來看一檔股票 比如說我們看到 富邦經好了 我們看到富邦經 你看我們來看到這邊 你會發現這邊有一個 小小的錢的符號 這一天叫什麼 叫除旋息 你看原本除旋息 他是長這樣子 看好原本除旋息 他長這樣子 那現在我們如果把 切換到一般的線圖 你會發現 切換到一般的線圖之後 他除旋息中間 多了一個缺口 沒錯吧 他除旋息中間多了一個缺口 那這個缺口 我這樣講 缺口代表股價下跌 但實際上 富邦經在這一天股價有下跌嗎 其實沒有 他只是因為配股配息 所以照他的價格下跌 他並不是因為 實際的賣壓 所以說你看我們如果說 切換一般線圖的話 他會出現這個缺口 那這個缺口就會影響到 均線的判斷 所以我們在看圖的時候你要記得 我們要看還原線圖 而不是看一般線圖 因為 除旋息他並不是實際的賣壓 他只是配股配息出去了 所以說這種 在判斷上 會讓均線就是出現誤差 那所以你要如果說要 把這個誤差還原的話 那我們就要去看 還原線圖 這樣了解意思嗎 OK 這樣OK嗎 這樣懂嗎 所以看還原線圖 這樣有回答到你的問題嗎 就我們不管在看任何一張線圖的時候 都是要看 還原線圖好嗎 所以不管是還原日線 還原週線 或是還原月線圖都一樣 就我們在看線圖的時候 會用到還原線圖 來看 OK所以這個是在同學的問題 那我現在把均線拉回來 等我一下 好 繼續往下看 我這樣講就是 那個問題我都是照 我都是照順序回答 所以基本上現在可以不用再問 好老師好問一下 原山6275原山 原本山嘛對不對 原山它是做散熱 你看就是 在這種情況來說 會比較留意的是 是這一根 12月30號這一根 我這樣講 12月30號這一根 你會發現它這根 大量 那大量的情況之下你會發現 我把它標一下好了 這一根 這一根大量 那你會發現在這根大量 它的大概高點位置 就是一個什麼 也是就是一個壓力點 所以說像這種情況 在最近我發現 如果有那種大量區 在頭上的話 這我就會比較稍微 小心一點 為什麼 因為大量區在頭上 最近要過壓力的機率會 相對較小 懂我意思嗎 最近過壓力的機率會相對較小 所以說 如果要操作這種股票 你第一個就是 我會希望說大量區能夠過得去 那最近因為買盤減少的關係 所以股價要突破壓力 這個機率會相對較低 那好那我們一樣來看一下月線圖 基本上月線圖 OK好 它這個月基本上沒有爆太大的量 只是沒有問題的 那我們來看它周線圖 其實不管是周線或是月線都還算是OK 因為你發現 它的均線排列 5日線 10日線 24 712 200 它均線還是維持一個多方排列 所以像這種股票其實不太會有 它不太會有太大的問題 只是說 它剛好壓力點就在這附近 它這根大量K棒壓力就在附近 所以 股價到了這邊之後 我覺得可能會稍微震盪一下 那震盪一下之後 你要等它等一下 就等它壓力先化解掉之後 你再來操作會比較好 好那再來問到聯電 聯電應該是很多人想要問的問題 我相信聯電應該是在之前有講過聯電 我跟各位稍微講一下聯電的狀況 就聯電它在這一天 還在這一天 這一天 應該說這一天開了法說會 法說會隔天就暴跌 那當時我跟各位講過就是說 我稍微跟各位講過聯電它的法說會內容 基本上來說 你問我說聯電的法說會內容是好還是不好 我跟各位說基本上來說 講的不算差了 為什麼因為其實可以看到 聯電它第一季大概8吋晶圓它會漲價 我沒記錯是漲價15% 那第二季會在12吋的晶圓它會漲價10% 所以說它在第一季第二季基本上 它的產品的毛利率都還是上漲 那只是那一天它有講到說什麼 它有講到一個觀點就是說它第一季會因為匯損的關係 會侵蝕掉它一半的獲利 我這樣講 這個東西我在Prespr文章有教過 我看一下 等我一下 看一下我記得我在 PP文章有講到這個 等我一下 應該是 哪一篇呢 好像這一篇吧 好這個東西我有算給大家看 你看喔 這個東西我算給大家看 就是很多 要問聯電的狀況 看一下這邊 當時新聞的標題是寫說 聯電它會 因為匯損的關係 所以會吃掉一半的獲利 那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聯電它第一季 它晶圓的漲幅是15% 那8吋 8吋金元的營收 它佔聯電的營收佔了33% 也就是說你看喔 它 在營收是佔了33% 33%乘上漲價的15% 所以計算出來的數字是多少 第一季聯電它會 成長的獲利是多少 4.9% 將近5% 那我們可以知道說第一季 大家預估 預估過去 台幣升值的情況是2.5% 也就是說 4.95% 一半是多少 就所謂的2.5% 所以為什麼聯電會說它的獲利被吃掉一半 就這個原因 為什麼 因為漲價的情況 你看到股價漲價所以帶動獲利增加5% 但是因為 第一季它可能升值2.5% 所以造成什麼 造成說它有會出現所謂的匯損 所以這個匯損就剛好吃到聯電一半的獲利 所以新聞其實是這個樣子 並不是說 公司出了什麼事情然後造成 就股價造成什麼基本面大跌 不是只是因為單純的 它台幣升值的情況 剛好吃掉它的活力 那你問我說聯電在接下來的狀況會什麼 說真的就 就基本面來說 其實沒有什麼 沒有什麼太大的疑慮 因為我們可以知道說現在情況 聯電只有唯一一個比較小 比較 不起眼的利益空 是在於說 車用這一塊 因為車用晶片我們知道現在新聞都在講說 車用晶片一直在 就是車用晶片一直在缺貨 那各國 我這樣講不管是美國或是像德國 都有向來台灣藥晶片 那美國或是德國來向台灣藥晶片 這個情況就會造成說 台灣的廠商不得不出貨給他們 那我們可以知道一件事情 台灣的廠商出貨出車用晶片給這些像是德國 是美國這些國家 是好還是不好 其實是不好的 為什麼 因為出車用晶片的毛利率會 會比較低 他我這樣講 台灣的廠商出車用晶片 他的毛利率其實會比較低 所以說 那出貨出貨他們 其實一定是不好 因為他會排擠掉原本的產能 原本的產能可能是100% 那可能要挪個其中的挪個3% 挪個10%可能要來出貨 出貨車用晶片 這個就會造成 聯電的 毛利率會下降 你這樣懂意思嗎 所以你看到 國外的廠商來台灣搶產能 這個並不是好事情 這個反而是利空 只是因為車用晶片這一塊 占聯電的營收其實並不大 所以還好 那 當然有人要從這地方去解讀 那我也是 不知道該說什麼 因為其實車用晶片對於聯電來說 他的營收佔比 並不是太高 但只是說如果 各個廠商各個國家 像是美國 像是德國 來台灣要晶片的話 其實對於 台灣這些晶圓製造廠商 是一個利空消息 他並不是利多 這樣了解嗎 所以說這個在產業的解讀來面 他是一個利空 那可是說如果就基本面來說 現在已經可以看到第一季 8吋金圓的漲幅 就是到15% 那第二季12吋金圓的漲幅 會到10% 那現在 已經在談第3季的漲價 所以說你問我說聯電他的基本面 有沒有什麼太大變化 說實在話 沒看到 說實在話真的是沒看到 那只是說 股價第一個當天大跌 那第二個所以當天怎麼樣 當天法師會隔天之後大跌 那大跌情況之下 你問我有沒有停損 有我有停損 停損之後怎麼樣 之後轉強再買回來就好 因為我覺得說 產業是一回事 基本面是一回事 這些東西我都會看 但產業沒有問題 可是我還是一樣尊重技術面的操作 技術面轉弱 我就是除掉 轉強之後我再買回來就好 這樣了解嗎 所以說其實在 所以其實這東西是 數字都已經算給大家看了 什麼東西 是啥 這樣了解嗎 所以說其實你看 這個東西其實就是 直接已經把數字算給大家看 並不是像新聞講的 說會 會吃掉一半的貨利 不是 而是以 他第一季他聯電的 獲利會提高4.95% 但是因為台幣增值2.5%的關係 所以會吃掉一半的狀況 是用這樣來看 對啊 所以說其實這個東西就是 會損 有人說你要會損還是沒訂單 好 所以就是這樣大家了解吧 所以聯電狀況 如果你問我說產業有沒有問題 基本上他沒有什麼 沒有什麼太大問題 但因為第1個大盤爛 第2個 大家不想放股票 所以 外資提款的情況下 你怎麼 他們怎麼可能會放過聯電 懂我意思嗎 聯電這種全職股 一定會被大盤影響 所以說你就等到 如果你確認產業沒有問題 目前來看 產業是沒有什麼太大問題 那在操作部分就等到什麼 等到技術面轉好 那你再來操作 就這樣而已 這樣了解吧 應該了解吧 所以這個東西就是在 整個產業的判斷 就是這樣子 好 那一樣 講完產業之後再回來 基本面的情況 所以其實在當時 我也很明白講 就是我在 當時我在文章其實我有寫到 就是在這一天的情況 這一天的狀況 我就砍掉了 為什麼開盤那時候 反彈上去就砍掉 因為說實在話 股價跌下來 我不會去凹單 我也不會說 因為他的基本面很好 我就會抱著他 不會 股價跌下來 我就是砍股票 漲上去我就是買回來 就這樣子 股價跌下來 我不知道他會不會續跌 我不知道 那我只能說 股價跌下來 我就是砍股票 那如果漲上去呢 他如果在技術面 重新轉好了 那我就把他再買回來就好 我只要勸他 他產業沒有問題 這檔股票 我就會持續看著他 等到他技術面 轉好之後 他說不定他又有機會 繼續往上攻擊 這樣懂意思嗎 所以說其實在這種操作過程當中 我只是把 有風險的時候 我一定先把 資金抽回來 有風險我一定是先 先抽資金 等到風險變小的時候 我勸他的產業 還是沒有問題 那我還是一樣會繼續 把它買回來 所以 我一直講過說 該停存的時候 就停存 你不用想太多 反正股價跌了 就是砍股票 股價跌了就是砍股票 你不要想說我去凹單或怎麼樣的 股價跌了就是砍股票 股價轉強之後怎麼樣 再把它買回來 就你要 看到什麼樣的情況 你看到什麼樣的訊號 你就做什麼樣的操作就對了 好吧 聯電不是利多不漲 應該這樣說 大盤都跌成這個樣子 當天大盤跌了多少 大盤跌成這個樣子 沒有什麼利多不漲 那一天還有另外一間公司 叫聯發科 聯發科 在這一天 聯發科在這一天也是開法書會 隔天還不早上跌 隔天還不早上跌 就沒有什麼股票是不會跌的 你講得再好 聯發科法書會講到超好 你知道嗎 聯發科的法書會講得超好 講到我覺得隔天可能要漲停了 聯發科法書會講得超好 但隔天股價還不早上跌 大盤在下跌的時候 你不管什麼樣的股票 基本上他不會倖免 就這樣子 他不會倖免 除非是那種小型主力股 那鈴鐺別論 但是大盤在跌的時候 就怎麼樣 就一樣就是這麼慘 好我這樣講 有人問到說請問一下 金元蠻窄 上游戲金元怎麼這麼慘 第一個 我這樣跟各位講一件事情 現在金元是蠻窄 台間是蠻的 聯電也是蠻的 我這樣問各位 各位一個問題 他們現在的產能利用率都已經到99% 升到100%了 請問一下 他們產能利用率已經蠻了 他們有辦法再多叫貨嗎 不可能啊 他們沒有辦法再多叫貨 他們已經沒有貨可以叫了 那他們 不會再需要這麼多的原料情況之下 你覺得上游的矽晶元會受惠嗎 不會啊 因為什麼 因為他們產能利用率已經是100%了 他們就不會再跟上游在叫貨了 那為什麼 那為什麼像台積電或是聯電 他們還是在漲 那因為他們在股價上漲 不是因為他訂單變多 而是因為他漲價 那 產品漲價 他需不需要 再多增加上游的原料 不需要啊 那懂意思嗎 所以你看喔 我剛剛講像環球晶 六四八環球晶 環球晶他是做 半導體 晶圓代工上游 最上游這一塊的矽晶圓 你要 他矽晶圓他是一條狀 切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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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才變晶圓 然後再交給像是台積電或是聯電這樣子 可是我們知道說聯電現在的產能利用率已經到了100%了 那他會不會再多跟上游叫貨 不會啊 他的產能利用率已經滿了 他叫貨要幹嘛 沒意義啊 懂意思嗎 那現在半導體是吵 是吵漲價 因為 需求增加 大家在漲價要加價去搶貨 加價搶貨的情況之下 那聯電會不會 額外多叫貨 不會他就叫這麼多的貨 因為他產能利用率已經滿了 這樣懂意思嗎 所以說為什麼半導體 這麼強 所以剛剛有人問到說為什麼 晶圓滿載 上游晶圓 細晶圓怎麼那麼慘 就是因為這個原因 因為各家的產能利用率都已經滿了 所以他 不會再多叫貨 這樣了解嗎 好那再來就是 講到就是說 為什麼現在需求會這麼高 我跟各位講個東西 在之後 我在之前就跟大家講過 你要關注一個題材 車用 你今年一定是關注車用題材 我跟大家講為什麼要關注車用 車用這個 我說的車不管是傳統的燃油車 或是像電動車都是我們要未來關注的題材 這個題材它不會是短線題材 記得 這個題材它不會是短線的題材 我跟各位講個觀念 現在美國中國或像德國 他們之前是都受到疫情的影響 那 叫他去回想一件事情 如果說這些國家受到疫情的影響 你覺得他們要怎麼樣 才能 付出經濟 一定是 擴大基礎建設 那一定擴大基礎建設 在擴大基礎建設的情況之下 去想一件事情 美國的5G 現在 拼得過中國嗎 不可能 美國的5G已經輸給中國 所以美國要從哪個地方拿回來 汽車 所以為什麼拜登上任的時候他就很明白講了 他就要專注汽車這個行業 那德國他本身靠 德國本來就靠汽車的 所以他只是回歸自己的本行而已 所以我們知道說現在各國政府都在做多的情況之下 汽車這個產業 不會只有 不會只有現在這個行情 在明年 不是不是明年 今年 今年大家一定要關注 一定還是在汽車這個產業 這樣懂意思嗎 今年你要關注一定還會是在汽車這個產業 因為現在是各國的政府都在推動 那大家去想一件事情 各國的政府都在推動 請問一下那些電動車需不需要晶片 要啊 他需要晶片那晶片只能跟誰拿 聯電 為什麼 因為 車用的晶片 主要都是在成熟製程這一塊 都在成熟製程 就是8吋之類的或是你用12吋也可以 就什麼 40奈米58奈米這一類的 用成熟製程的這一塊 所以你能夠找誰拿 就只能找聯電 現在就是一個需求的問題 因為需求增加 那有人問到說那聯電他可不可以 不要出貨出給那些 美國啊 或是像是德國車廠 不行 聯電一定要出 為什麼聯電一定要出 因為 如果聯電不出貨給那些國家 不出貨給美國 不出貨給德國 那些國家 你聯電不出貨給別人 那美國他也不會把設備給你 那這樣情況之下就是什麼 鑰匙再開啟使 所以現在變成是怎麼樣 聯電他們就知道 應該是要優先出貨給 那些美國或德國這些國家 所以你為什麼知道說需求會這麼滿 就是這個原因 就是因為 車用這一塊 這樣了解嗎 這樣了解嗎 所以就是 就是這樣去看 OK嗎所以這個就是在整個產業的部分 大家可以這樣看 就是因為 國外他們現在就是要插隊來搶晶片 就這樣子 所以說就從這邊來看 大家聽得懂嗎 這個就是在整個產業的部分 我覺得大家可以留意說 不要去只看到現在的狀況 而是要想什麼 想著未來的產業 未來的產業 所以之前有人提到說半導體會不會有是庫存過多的情況 不會 半導體不會有庫存過多的情況 為什麼 因為車用晶片一加入之後 半導體就不會有庫存過多的情況 所以你問我說這個產業 不管是聯電或是台積電 你問他們產業怎麼樣 我會跟你說目前看來都沒有問題 大家都想說以前都想說半導體庫存 庫存過多 庫存過多就會有疊價風險 問題是現在各國都來搶 車用晶片的 庫存怎麼樣 只會不夠 不會過多 這樣懂意思吧 就這樣子 好累 所以這個就是整個產業的變化 這個就是整個產業的變化 就可以這樣看 好 再回來大家的問題 所以聯電剛剛講完了 聯電其實就是 我剛講就是說因為為什麼 我在文章有寫到的時候 文章當時我有寫到 這個位置第一點破了 第一點破了 我就停損 那停損之後勒 那之後轉強 我再追回來就好 就是 該破了 該停損的時候 我就是停損 就這樣子 好再來 繼續往下講吧 繼續往下講 看一下看一下還有誰 好看一下聯電講到 聯電 所以就是 產業沒有問題 但是技術面轉好再說吧 產業沒有問題 就是技術面轉好再說 再來看到華邦店 有人問到華邦店 華邦店是做 NoFresh 那我這樣講 像NoFresh這一塊 像華邦店這種股票 我們只要先鑽住一個地方就好 鑽住在這邊 你有沒有發現 這邊有個什麼缺口 像這個缺口 這邊是壓力 這個地方是壓力 華邦店如果還沒有站上這個壓力 基本上我就不會去碰它了 為什麼 因為這個地方第一個 它是一個缺口的壓力 再來 第二個是 第二個是 它這邊有一條什麼 上面有一條 24日均線的壓力 所以它這邊會有個雙重壓力在這附近 它如果既然有個雙重壓力在這附近的話 那這種股票 在距離壓力這麼近的情況之下 要操作就會比較小心 這樣懂意思嗎 這種在壓力這麼近的情況 要操作就會比較小心 因為它是這個雙重壓力在這邊 所以要操作這種股票 就是麻煩就等到 要等到股價 第一個它站回五日線之後再來吧 你看像現在連周線 它的周線也還沒有站上五日均線 所以像這種股票短時間內 不適合操作 因為什麼 第一個 壓力太近了 第二個 股價 它還沒有站上 五日均線 這樣了解嗎 再來問到下一個問題 來來來來 看到 忠實話講過 光寶科 我問他光寶科 好像光寶科 光寶科我們要看什麼 光寶科我們要看一個東西就好 還記不記得剛在直播的時候講到什麼 去看什麼 月線 你看光寶科這個月怎麼樣 量能怎麼樣 放大 是不是有放大了 對不對 像這個月量能放大 如果下個月開始出現量縮的情況下 那就表示股價可能有可能會盤整 或是漲不動 所以像這種狀況就變成說這種情況 我在下個月就不會 他就不會是我們主要選擇的標的 所以這個是從這邊月線 這個月線這邊 月線圖這邊來看 好那麼一樣看月線之後那麼再回到日線圖來看 像日線圖看到今天他出現了一個什麼 他今天出現一根 價跌量真的訊號 我這樣講 他今天出現一個價跌量真的訊號 所以像這種狀況會認為說 光寶科在這個位置 他可能怎麼樣 他可能也要開始修正了 這樣懂意思嗎 因為他今天出現了一個 價跌量真的狀況 所以他今天可能要 他這邊可能要開始修正了 像這種狀況覺得說 如果股價短期要修正的話 那基本上就等他整理之後 我們再來看就好了 好不好 就整理之後我們再來看就好了 所以像這種股票 我這樣講 像光寶科這種股票 如果你是問他長期的走勢 我會跟你說基本上沒有什麼太大問題 為什麼 因為看到像月線 從月線來看 他可能趨是什麼 才剛開始而已 他可能趨才剛開始 但是如果就短期來說的話 第一個 他在這邊 他今天出現了一根價跌量真的訊號 這是不好的 再來就是什麼 再來就是他這邊有個 向上的跳空缺口 這個缺口如果股價 站不回去的話 其實是更危險的 這樣了解 你看這邊有個 這邊有個向上的跳空缺口 這個缺口如果站不回去的話 其實對股票來說是更危險的 所以你看 他今天是 量價背離 再來跌破缺口支撐 所以這種股票 暫時會偏向觀望 這樣了解 所以光寶科就這樣子 好那再來看到華新科 華新科 好 像華新科這種股票 基本上來說 不會碰 為什麼 如果 我們把 其他均線都拿掉留下一條叫做24均線 好你看喔 如果像是這種股票 你看喔過去 從這邊 你看喔這邊 還有這幾天 你會發現股價都怎麼樣 股價都有守住這一條 24的均線 但是今天卻怎麼樣 今天卻 破了 你發現嗎 今天破了 對不對 所以你看喔今天才第一天破 今天第一天破的情況之下 會認為說 這邊 如果股價站不回這一條均線的話 這一檔股票就 危險了 懂意思嗎 如果股價站不回這一條均線 這一檔股票就會比較危險 因為我們才可以從過去過去的走勢可以看到 股價是都守住這一條 都守住這一條均線嘛對不對 但今天卻破了 今天卻破了 所以表示說 今天 他已經跌破過去的慣性支撐 他過去的慣性支撐都在這一條 24均線 他今天第一天跌破了 所以會變成說 這檔股票就是先 暫時先觀望一下 那如果說之後有辦法站回這一條 黃色的24均線的話 那就表示股價轉強 到時候再把它買回來就好了 但依照現在的狀況 他今天才剛跌破 剛跌破的情況之下 我當然是不會去碰他 你要嘛就跌跌跌要嘛就跌一段之後 跌下來 也可以 要嘛就直接拉上去也可以 但就是不要剛好在 剛跌破的時候 就跑去買 像這種剛跌破的情況 都比較危險一點 這樣了解嗎 像這種剛跌破的情況都比較危險一點 所以 如果是以這種華興哥這種股票來說的話 會覺得說偏向稍微 小心一點點 好那再來看到 金元電2449金元電 金元電這種股票 我跟各位 我跟各位講一個觀念喔 就是這邊稍微教大家一件事情 來稍微教大家一件事情 像是封測股票 封裝測試 半導體第一個最上的就是 7金元 那再來什麼 他再來會有金元代工 像台積電或是聯電 那再來會有IC設計 像是聯發科 或是像聯勇瑞育之類的IC設計 那在最下游 最下游是什麼 封測 封裝測試這一塊 所以最下游最下游就是封裝測試 封裝測試有誰呢 第一個一定有日月光 日月光就是封裝測試的 再來還有誰 像做奇邦的 他也是做封裝測試 像剛剛談到的金元電 他也是做封裝測試 其實做封測有不少 像新權他也是做封裝測試的 所以做封測的 你看喔 做封測的股票其實這麼多 那 我想跟大家講一件事情 第一個 整個半導體他的眼鏡的過程 剛才講的最上方是矽晶圓 然後再來是晶圓代工這一塊 然後再來是IC設計 那再來 再來就是什麼 下游最下游的封測 所以說當股價 漲到最下游的封測的時候代表 代表都漲完了 你這樣懂意思嗎 代表都漲完了 你看我舉個例子來說 一開始 是不是等到連紅海都漲了 就怎麼樣 代表航行差不多結束了 為什麼 因為紅海就做最下游的代工 這樣了解意思嗎 連紅海都漲 代表什麼 行情差不多了 懂意思嗎 因為紅海 就是做最最最下游的代工 連他都漲了代表什麼 代表上游的都已經先漲過一遍 那看到像剛剛有同學問到 日月光或是像晶圓店 他們是做最最最下游的封測 連他們都漲了 是表示什麼 表示說大家都已經先漲過一遍 好 所以說我們知道說 第一個已經從台積電 連電那邊開始漲 那再來漲漲漲 漲到後來換誰 就換到最後的 封測這一塊 那封測呢 我這樣講 封測又有分 龍頭是誰 日月光 龍頭是日月光 所以我們看東西 這一天是幾號 這一天是1月19號 這一天1月19號 你可以看到股價怎麼樣 還創新高 這一天1月19號看到股價創新高 但是你又發現在這一天的時候 股價怎麼樣 就跌下來了 沒錯吧 所以這一天是在1月25號 1月25號的時候 龍頭日月光開始轉弱 好那麼來看一下龍頭日月光開始轉弱 1月25號這一天 1月25哪一天 你看喔 1月25號 金元電怎麼樣 還在創新高 但是你有發現 龍頭已經先撒下來了 龍頭指標都先撒下來了 然後呢 換到什麼 2線還在創新高 所以要知道說2線創新高 就可以 知道一件事情 漲假的 他就是漲假的 你這樣懂意思嗎 龍頭他已經先掉下來了 那換到2線漲上去 那這種2線要漲 一定怎麼樣 一定都只是一個 短暫時間而已 為什麼 因為龍頭先摔下來了 2、3線 不可能撐得住 這樣懂 懂這個順序嗎 所以我們在看產業的時候 第一個一定是先看誰 先看誰是龍頭 那像是封測龍頭 不用說什麼 日月光 那再來 帶來其他 後面的徒子徒孫 金元電 或像是奇邦 這一類算徒子徒孫 所以你看到 當日月光在這一天 這一天是在1月25號 日月光已經先 價跌亮真撒下來了 所以你就可以知道說 像金元電這種股票 創新高 就是什麼 就是一個 賣出的時間點 為什麼因為龍頭先撒下來了 所以像剛剛有聞到奇邦 龍頭都撒下來了 他在創新高 你還不跑 當然 這樣懂這個概念 就是這個就是順序 龍頭都先撒了 你不用期待2、3線 會有多好 其他都漲完了 才會輪到什麼 最後的漲 所以為什麼 最後輪 大家都說 紅海漲上去之後 代表說 航氣差不多了 這樣懂是什麼 因為最後輪到他了 對不對 這樣看懂這個概念 就是說 我們在看 看這種2、3線的時候 看一線、二線、三線的時候 其實就是這樣看 就是說 看誰先掌、誰後掌 先掌一定是龍頭 當龍頭撒下來的時候 可能2、3線的也要開始小心了 就是這樣子 好 所以說就是 就是 就這樣看 好 再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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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如果你問我說 金元電現在如何 我會直接很直白的跟你說 先看看就好了 為什麼 因為在龍頭、日月光還沒有止跌的情況之下 你不用太期待 2、3線的會止跌 就這樣子 所以像金元電子這種股票 我們看到 一樣看到一個東西 現在直播間快800人 我們直播間快800人 這有點嚇到我 直播間快800人 可以再幫我多邀請6個人 讓我湊800 現在7、9、4 我看到這邊有一個 有一個缺口 這個缺口 這個缺口這邊你會發現 目前股價 他剛好什麼 跌破這個缺口 這個缺口照理來說是一個支撐 但現在股價跌破了 可是跌破的情況之下 你會發現他剛好遇到什麼 他剛好遇到下面的這一條 上揚的均線 所以如果你說金元電這個時候要不要砍 基本上來說我也不會在這邊停損 為什麼 因為他剛好在下面有個支撐 這條均線支撐 如果說股價在這邊有辦法撐住的話 那當然他就有機會反彈 但如果撐不住的話呢 他怎麼樣 他可能就會再撒下去一次 所以像這種 金元電的狀況 股價已經先撒下 撒下來之後你也不用說 想要聽準或幹嘛就算了 起碼看到如果股價有止跌的話 因為剛好撒到一個均線附近 如果股價止跌的話 那就表示說他可能會反彈 但反彈不代表他會再創新高 為什麼 因為 你又發現一件事情 他這個月的量怎麼樣 超大 了解意思嗎 你看到他這個月量已經超大了 他這個月的量這麼大的情況下 他下個月或是甚至下下個月 他都很有可能會怎麼樣 稍微盤整走 稍微盤整一下 這樣懂意思嗎 所以說這是在我們剛剛講說 在這個月選股 不會選這個月量太大的股票 但你說股價跌到這邊來 他有沒有機會反彈 當然有 剛好跌到均線這邊 他當然有機會反彈 問題是反彈之後 反彈就算股價 彈上來 就算股價彈上來 他可能還是需要 需要一點 需要一點時間來整理 好吧 好那我們再看下一檔股票 叫什麼 八百人 恭喜八百人 有沒有幫我截圖一下 直播創高 屁啦創高是一千人 創高是一千人 已經不知道多久沒有一千人 好再繼續看下去 然後看到 看到誰 看到 好看到核大 核大 核大做電動車 那我跟各位講一個觀念 像這一種股票 基本上來說 我們先來看一下這一根就好 我們來看這一根就好 為什麼看這一根呢 你看這一根K棒 這一根K棒 從這一根K棒開始 股價怎麼樣 股價都在這邊做個盤子 沒錯 股價都在這邊做個盤子 也就是說如果我們要 假設 假設之後 股價要 繼續往上漲 繼續轉強 那你可以知道一件事情 既然從這一根K棒 股價就開始盤整 所以說這一根K棒的高點 就是一個什麼 壓力點 所以說如果你要操作這一檔股票 你只要記得 去觀察這一根K棒的高點 到底有沒有辦法站上 如果這一根K棒高點有沒有辦法站上 恭喜他 重新轉向 他可能要往上漲 但這一根K棒還沒有 這一根K棒的高點還沒有站上之前 股價可能就走個這種 類似這種盤子的格局 這樣了解嗎 所以操作的關鍵 就是看這一根K棒的高點 我看一下多少 這根K棒的高點是 125塊 你就去看 這根K棒的高點 125 你只要這個 這個位置有辦法站上去的話 那代表說 這一檔股票就轉強 那如果這個位置還站不上 那可能股價就還要繼續整理 這樣懂意思嗎 所以你只要把這個價位記起來就好 125這個價位記起來就好 股價站上 他就是轉強 他就是一個進場的訊號 好再繼續往下看 來看到金像店 來看到金像店 好 像金像店這種股票 其實昨天你問我說他這邊 他到底還要不要繼續 還要不要繼續留他 或繼續砍他 這邊 其實說你要砍他也不太對 為什麼 因為可以看到 在剛剛直播 一開始有教到說 當股價他殺回 起漲點之後 他這邊是比較容易會有支撐的買盤 那我們看到起漲點 起漲點在這邊 股價大概是從這邊開始起漲 所以起漲點大概就在這個位置 所以股價他現在已經殺回了起漲點附近 那這種情況之下 代表說這邊他是 比較容易會有支撐的買盤 只是說這種支撐的買盤 也不代表說股價就會立刻漲上去 不至於 不代表股價會立刻漲上去 為什麼 因為他可能 在這邊他怎麼樣 整理之後怎麼樣 不知道整理的狀況 他有可能是整理之後然後怎麼樣 又再下去 這是有可能的 他有可能整理之後再下去 所以我們這邊不知道他的狀況 所以變成說像這種股票 那我真的跟大家說過該停損 就是停損 不用想太多 因為你的資金 要放在強勢的股票 而不是放在弱勢的股票 像類似這種股票 其實都是比較偏向弱勢的標的 因為第一個我們可以看到 他現在的均線排列 你看 他最上面均線排列是 10日線 然後再來是24日線 再來才是什麼 5日線 你看他這邊均線排列 他目前均線排列都是錯的 像這一種 均線排列錯誤的股票 他就是比較偏向弱勢的標的 所以像這種弱勢的標的 就是砍了 像我當時我記得在文章我有寫到說 這種股票 停損下來就是 跌下來怎麼樣 就是一個停損 等我一下喔 等一下我們來看個東西好了 現在不知道出來了沒 公佈答案 我們現在來看個東西 我們現在來看一下大盤 看一下融資減多少 如果以今天的情況 我都還沒看 如果以今天融資減的情況 應該要 照理說應該要減2、30億 才比較OK 但是感覺今天融資可能只有 撒十幾億而已 我們來看今天融資狀況好了 等一下喔 資券 20億 好吧 就是 還是沒有很多 我這樣講 我給大家看一個東西 我給大家看個東西 就是 我在今天盤中我跟大家講就是說 要 殺融資 對不對 要殺融資 看一下融資對 減融資 1、29 對減少20億 要殺融資 那可是像融資 這種狀況 我給大家看喔 這是大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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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喔 在 過去以來 像這個 融資大減的時候 後來都還創新高 融資大減的時候 後來都還創新高 所以代表說 這個大盤 其實什麼 他就在殺融資 但你會發現 昨天大跌 融資有被殺出來嗎 沒有耶 你看喔 昨天大跌 融資在減多少 減千億而已 今天又跌了200多點 融資有被殺出來嗎 還是沒有 先融資減少20億 都還殺不出來 你看喔 代表什麼 代表說大家怎麼樣 不想看股票 所以我覺得說看到 今天看到這種融資狀況 我會覺得說這種盤 就是 自求多福吧 就只能說自求多福 懂意思嗎 本來如果今天 融資可以減少個 比如說三四十億 或四五十億 我覺得是 非常OK的量 但今天的融資 可以看到他只少了大概20億 所以其實這種融資都 不算是 都沒有殺出來 融資都沒有殺出來 那如果 股價在這邊融資沒有殺出來 其實對於這個盤來說 就不是一個太好的現象 這樣懂意思嗎 所以我會覺得說這邊融資沒有殺出來 我會覺得說 操作 還是會稍微 小心一點點 這樣了解嗎 就是 因為第一個融資沒有殺出來 我給大家看 我給大家看一個東西 我教大家看一個東西 你看喔 當時在 當時在這一天的時候 這一天股價大跌 你會發現 最下面這一欄是融資 最下面這一欄是融資 你會發現 這一天股價大跌 但融資是大減少 你看這根綠棒 超大 對不對 這根綠棒超大 綠棒這麼大 代表說融資少了很多 所以你看喔 這個位置就是最低點 那我們再來看一件事情 我們再來看一件事情 你看喔 這一天也是一樣 這一天 這一天融資大減 減完之後怎麼樣 股價怎麼樣 隔天就立刻反彈了 所以說這邊 指數我覺得要一個 指跌的關鍵還是什麼 融資要殺出來 融資一定要殺出來 一定要把那些融資殺出來 那可是 今天的情況就表示什麼 表示說融資其實 殺不出來 為什麼一定要殺融資 因為融資就是散戶啊 像之前我不是跟大家講的 台積電這麼熱 每個人都說買台積電 我那個抓寶可夢的群人都來買台積電 抓寶不抓了跑來抓台積電 台積電不跌才有鬼 你懂意思嗎 散戶都進來了 你不殺他們要殺誰 所以說這邊我會判斷一個很重要的 我會判斷一個指標是什麼 融資 融資一定要殺出來 可是今天跌了200多點 277點快300點 融資照理來說應該要少個30億40億 算是OK的量 但今天融資來少20億 代表說散戶還不怕 散戶還不怕怎麼辦 換我怕了 什麼意思嗎 散戶還不怕就等於換我怕了 所以說這邊可以看到就是 因為融資是每天晚上9點才出來嘛 所以看到融資這樣子會覺得說 好吧 那 只能說 大家在就是 自求多虎吧 可能會有反彈 反彈之後不知道融資會減少 但如果融資減少是好事情 但如果融資一直洗不出來的話 那這個盤可能是一直往下跌 就這樣子 因為融資 起碼 要有一個比較明顯的跌幅 這樣才算是真的洗出來 但你可以看到今天 大跌了 將近300點 融資卻只有減少20億 這個太少了 這個真的太少了 好吧 所以說下禮拜大家自己操作 反正 會不會有反彈 不知道 應該會有 搞不好 搞不好近日內就有反彈 不一定 但是在反彈的過程上 融資還是要減肥 融資一定要減肥 我跟你講 這邊融資是一定要減肥的 因為 融資現在已經太多了 好嗎 好那去往下看吧 好久不見老師 又變胖了 這個會不會聊天 好再去問下去 看一下 金銀店講了 洪海洪海剛剛也講了 洪海就是怎麼樣 第一個 洪海今天融資是減的 洪海就是他的月限量太大了 這個月的月限量太大 所以下個月 就最近在選股的情況 就不會再選擇他了 這樣懂意思嗎 因為他這個月量太大 那再來一個 一個 一個方向 就是說什麼 給大家看一下 看個東西 你有沒有發現今天股價跌破什麼 跌破了十字均線 上一次股價大概到十字均線附近的時候就出現止跌力道 但是今天的股價 跌破均線 價跌量增 你發現嗎 今天是價跌量增的 撒破均線 所以表示說 今天的洪海 是一個要賣出的時間點 你知道是要跑 你懂的意思嗎 今天洪海其實是要賣 因為他的趨勢 已經有一點轉弱了 所以如果以操作面來說 其實今天洪海趨勢已經有點轉弱 為什麼 因為他是價跌量增去撒破了這一條十字均線 那之後 判斷的關鍵還是在說股價他到底有沒有辦法 重新站回來 如果有辦法重新站回來就表示說股價 他還有辦法 繼續轉強 但現在 來看的話他今天才 第一天撒破 第一天撒破就表示什麼 表示說 股價他可能還要再招演整理或修正一下 所以這邊你問我不要接洪海 不會 這邊我不會急著去接洪海 因為我只會等到股價止跌之後再來 沒有止跌之前我不會隨便去接 這個刀子 這樣懂的意思嗎 好再來看到我忠實話講過了 台積電駐套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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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然很想說剛好而已 但是說真的不能這樣 因為買台積電很多 我跟各位講一個觀念 你不要覺得說台積電股價 台積電基本面很好 股價不會跌沒有這種事情 沒有什麼東西叫基本面很好 股價不會跌 你懂我意思嗎 像之前在這邊不是一堆人在封台積電嗎 說台積電可以給他放個10年去存股 靠 你買在600塊你現在跌到500塊 你現在 你買在600 你買在600 這邊附近多少 你買在600 630好了 現在跌到591你就會受不了了 所以你不要騙我說 我買台積電我的長期投資 投大便 對不對 怎麼可能你這樣跌一定受不了 所以跟大家就是最近 太多人要去買 像你看 那個1月上半年大家買航海王 對不對 每個都買陽明昌隆 結果陽明昌隆就封給大家看 然後1月底大家買台積電 台積電也是封給大家看 所以說 那種太熱的東西你就不要去 你問我 台積電的基本面好不好 當然好啊 基本面當然好啊 但是誰告訴你基本面好 股價就會漲 沒有這種事情好不好 基本面再好 你只要他的籌碼 或是技術面不好 他照樣會跌給你看 這樣懂意思嗎 基本面好不代表說股價就一定會漲 沒有這種事情 股市沒有人在把基本面是用這樣看的 基本面好 你還是要配合什麼 配合技術面跟籌碼 了解意思嗎 所以說 不要只單純覺得說 基本面很好 我就要去買台積電 就要去買誰 不要拿基本面來看 這樣你一定會吃虧的 這樣了解 有這個觀念 不要覺得說基本面很好 股價就不會跌 沒有這種事情 籌碼跟技術面不好的情況 這樣股價照樣跌給你看 好再來 6438的遜德 我們看到遜德 其實遜德這樣股價很有意思 為什麼 第一個我們看到遜德在這個位置 你有沒有發現 他剛好殺到什麼 他剛好殺到一個 西藏店 所以在這邊我會來看 遜德這間公司 他也是台積電的概念股 他是做那個輸送帶的 遜德這間公司要做輸送帶 那我會 關注這一檔股票 其中一個原因就是在於說 過去這間公司 他都是做面板 面板的 面板的設備 那他現在把面板的設備 轉來做半導體 那這個情況只會讓股價的平價會提升 因為面板 面板就是比較落後 那半導體這一塊 當然對於他平價都是好 而且他出貨出給誰 遜德這間公司 其實是出 台積電 遜德他的出貨對象是台積電 所以他算是一個台積電的概念股 那麼再看一下 我們再看一下 看他周線 你會發現一件事情 周線這禮拜怎麼樣 亮縮的 你會發現周線這禮拜其實很明顯的亮縮 像這一種周線如果亮縮的情況下 我也會比較留意他 再來看他月線 你會發現一件事情 月線量怎麼樣 月線量也不會太大 所以像這一種周線或是月線量都沒有放大的情況之下 我會比較 關注這一種股票 因為代表什麼 代表說他 亮能還沒有失控 這樣懂意思嗎 我們來看大盤 我們來看大盤 你看大盤在這個禮拜 這個禮拜量怎麼樣 也是很大 大盤這個禮拜量也是很大 你會發現 大盤現在是怎麼樣 連續出量 大盤在這個禮拜量也是很大 所以說你看但是遜德的情況怎麼樣 他這個禮拜就是很明顯一個什麼 很明顯一個亮縮的 所以像 這種狀況就會怎麼樣去找說跟大盤走 比較 不同方向的股票會比較好 所以像這種亮縮的股票然後剛好又是 殺到一個起漲點的位置 這種情況我就會 比較留意 這一種股票了 好再繼續下去 看到全新 其實全新這種股票也是一樣 你可以看到說 一樣跟剛剛 華邦店的例子很像 就是說全新這種股票你看喔 他股價 他現在怎麼樣 他這邊已經破了這邊 你看喔這邊 股價是撐住這條 24 24的均線 但是可以發現 在這一天 是跳空跌破了 所以像這種跳空跌破的情況就表示什麼 表示他的上漲的趨勢可能改變 像這一種 跳空跌破 就表示上漲的趨勢都改變 所以如果你有這種股票 你在這一天 你看到 股價下跌的時候 就停損掉 就停損掉 你不要覺得說我要等股價反彈才停損 沒有這種事情 股價在跌的時候 就把他停損掉 因為 股價下跌就表示他趨勢改變 所以股價跌破這種趨勢的時候 你就停損 你不用想太多了 反正有問題有疑慮有風險的時候 你就是把資金抽回來 你要記得這件事情 不管怎麼樣 看到股價下跌 很多人都會有個壞習慣 喜歡在股價上漲的時候去賣股票 喜歡在股價上漲去賣出股票 可是是錯的 你要賣股票 一定是在股價下跌的時候 你才會去賣 為什麼 因為你知道說趨勢改變 什麼叫趨勢改變 股價下跌就表示趨勢改變 所以我們要買股票是買在什麼 買在上漲的時候 賣股票賣在什麼 賣在下跌的時候 那你中間過程如果股價能夠持續往上漲 你就讓他持續上去 你就這樣抱著他 這樣子你的股票才抱得住 但很多人的操作都是股價上漲 怕他殺下來 就趕快賣掉 結果發現一賣賣在起漲點 然後股價殺下來你不可賣 就發現一爆股價一路往下跌 所以大家操作其實都錯了 很多人操作都是 股價上漲趕快K 趕快賣 股價下跌怎麼樣 捨不得賣 不是股價上漲你反而是要買他 股價下跌你是要賣他 你是要賣出他 這樣懂意思嗎 這個才是操作的 管理你要順勢交易 我覺得這個東西蠻重要 大家的操作你要有這個觀念 股價上漲應該是買他 股價下跌你反而要賣出他 這樣才是一個順勢操作 這樣大家聽得懂嗎 這個跟很多人的想法應該不太一樣 大家覺得說可能是股價上漲 我就要賣出 錯了 股價上漲你不要去預設他能漲到哪裡去 你不要去預設股價能夠漲到哪裡去 你預設立場你只會發現你只會賣在起漲點 之後你都賺不到 那等到什麼時候賣的 那股價下跌的時候你再把它賣出就好了 這樣了解意思嗎 所以就這樣看 大家操作的時候記得觀念一定要正確 股價上漲他是給你買的 而不是給你賣的 股價下跌 才是要給你賣出的 這樣了解他 就這樣去看 對 為什麼 就是因為 像這種狀況表示什麼 表示說 很多人的操作都是錯的 很多人的觀念都覺得說 我要趁股票低的時候來解錯 股價你一定是越買越高 而不是越買越低 越買越低 的操作觀念其實都有問題 因為他永遠不知道股價會跌到哪一天去 那所以股票叫買一定是越買越高 這樣才是一個正確的操作觀念 那 股價下跌就是越賣越低 你就一路往下賣就對了 不要去預設立場 順勢操作 好不好 要不然為什麼很多人都說他都賣在起漲點 不以為因為股價一漲就趕快砍掉 你怎麼能夠抱得住股票 你只要股價一漲就賣掉 你發現怎麼就賣在起漲點 到最後 你根本就抱不住 能夠走波段行情的股票 再來 好那我們還是去往下看 還沒講完這邊 所以說來我們再把均線拉回來 好我們來均線拉回來 所以像這種狀況你可以知道說這一根K棒 這一根K棒目前已經破了什麼 破了之前的一個慣性均線的支撐 這種狀況表示說這一檔股票目前的趨勢不太對 那同樣我們來看一下它的月線 你說這種月線圖 你說 股價如果以長期來說 你覺得它上漲的趨勢有改變嗎 其實還沒有 股價其實它上漲的趨勢其實還沒有改變 它怎麼樣它只是現在就是因為大盤太爛 它做一個回檔 那像這種 像這種上漲的趨勢還沒有改變的股票 當然 你只能說先關注它 那先關注它那你不一定要買它 等它什麼 等它股價它如果能夠站回 這一條 藍色的線的時候 藍色這條24均線的時候 才表示什麼 表示它重新轉強 之後你再把它買回來就好了 這樣懂意思嗎 等到股價重新轉強再買回來就好 股價轉弱的時候你只是賣出它 等到 買 轉強之後 再把它買回來就好 有人問到說 我買高了怎麼辦 那你可以賣更高啊 懂意思嗎 股票就是你買高 你不要 不要去預設價格 你要大家照個觀念 你不要去預設股票現在是貴還是便宜 它現在你覺得它很貴 它說不定以後更貴 你覺得它現在很便宜 說不定以後它更便宜 所以你在操作股票你不要去預設價格 你不要去預設立場 你不要覺得股價現在是貴還是便宜 我們不知道 它現在下跌 說不定一個月之後跌更低 它現在上漲 說不定以後 一個月之後 漲更多 所以你不要去預設那個價格是昂貴或是便宜 不要 你只要知道 現在股價下跌 它就是弱了 就是賣出 等到股價上漲的時候怎麼樣 上漲 再把它追回來就好 就這樣子 股價上漲 把它追回來 股價下跌就是賣出它 這樣了解意思嗎 好 再繼續往下看 看到 再繼續往下看 看到 看到誰 看一下 看一下 大家的問題 所以全新講完 遜德 怎麼那麼多在問遜德 好可怕 好 再來看到群創 群創其實它有一點點的 尷尬 你知道嗎 群創其實有一點點尷尬 為什麼它有一點尷尬 你會發現一件事情 群創它這兩個股票 它在這邊 這個位置 我把它稍微畫一下好了 如果說以這個大量區的話 我們來看到這根大量 你會發現 它剛好 撒到什麼 它剛好撒到一個大量區的位置 所以這種狀況會認為說 我們股價剛好撒到一個大量區的位置 那這種情況就要關上什麼 觀察在這邊 它到底能不能夠 止跌 它如果在這個位置大量區能夠止跌的話 那對於這一檔股票來說 當然就是一個什麼 當然就是一個比較好的現象 但如果這個地方如果 止跌不了 那這樣股票就會有點危險 這樣同意什麼 所以說 以群創來說 等一下 它現在剛好撒到一個什麼 剛好撒到一個大量區的位置 那其實 我們這樣講 像這種股票 我這樣講 像這種股票你可以看到 它的均線怎麼樣 都還壓在頭上 你會發現藍色這條24 然後再來是10日線 再來是5日線 你會發現 線都還壓在頭上 如果要選股的話 這一種股票就比較不會是我們關注的方向 為什麼 因為它的均線都要壓在頭上 代表什麼 代表它 這條均線還是壓力 就舉例這邊來說 你看這邊 這邊是反彈到 這一條 藍色的這條均線的時候 股價就往下跌了 沒錯吧 所以說股價在這個位置的時候 這個位置的時候 它就是個壓力點 那現在股價反彈上來 它會不會要壓力 一定也會 所以像類似這種股票 它就 比較不會是我們的 關注方向 那再來一樣看到它的周線 周線其實也沒有太大問題 反正就是股價 它看到這邊有沒有機會整理一下 那月線呢 月線它這個月是亮縮 其實我這樣講 比起群創來說 友達的線型其實比較漂亮 友達的線型是比較漂亮的 你看 剛剛群創的模式 剛剛群創的模式 我們現在把這個線拉 線先稍微 放小一點 你看喔 群創的模式怎麼樣 群創的情況是 股價 它反彈到均線這邊怎麼樣 反彈到均線怎麼樣 上不去 可是友達不一樣喔 友達是怎麼樣 友達是今天怎麼樣 他是有站上均線 你會發現嗎 他今天是有站上均線的 友達是有站上均線 所以我們可以知道說友達目前的狀況 大概會比群創稍微強一點點 但是友達他 第一個他今天量太大 友達他今天量太大 再來就是什麼 他今天的 上癮線太長 就表示說什麼 表達這邊可能還是有點壓力 那像是這種這邊有點壓力的情況之下 其實在操作的過程就等到如果股價他有回檔整理 假設股價回來這邊 回檔整理的話 去觀察他有沒有守住這一條 藍色的均線如果守住的話就表示股價 就還有機會在那 繼續往上攻擊 這樣了解嗎 所以如果比起剛剛你在 看群創的話 我反而會比較關注友達 友達有個很有趣的地方 我把線稍微畫一下 友達有個很有趣的地方 你會發現 他大概就在這一條 下降趨勢線這邊 有發現嗎 他大概就在下降趨勢這邊 怎麼這麼大 換一下 這太大 他大概就在下降趨勢這邊 所以說 假設股價以後有機會可以 假設股價以後有機會可以 突破這個下降趨勢的話 等一下 把那個插掉 假設股價有機會可以突破這個 突破這個下降趨勢的話 就覺得股價有沒有機會往上走 就有機會 所以像這種股票其實我覺得比較關注 為什麼 因為他剛好就是什麼 他剛好就是一個下降趨勢 而且你看 他下面有個什麼 他下面也有一個 不對 等一下 他下面也有一個什麼 這種狀況 有發現嗎 所以他現在是走個什麼 他現在走一個像類似這種 收斂三角形 所以像友達這種股票 他現在走個收斂三角形 那這種收斂三角形 假設 假設能夠突破的話 他就會 比較有機會 往上 再走一波 那當然他有沒有可能跌破 跌破這個 跌破這個上升 跌破這個上升趨勢 他如果跌破這邊的話 假設跌破這邊 那股價 很有可能就往下走 所以說像 這種收斂三角形的狀態 我就會 比較留意他他到底是往哪一個方向來走 因為他如果往 假如說往上走 那他接下來趨勢就往上 那假如他往下勒 他趨勢就往下 那往上走之後 那我們就可以知道 他就是個什麼 進場點 這樣了解意思嗎 所以說比起 群創來說 其實友達的線型 會比較好 其實友達的線型會比較好 因為他就是一個 收斂三角形 像這種收斂三角形的情況 而且他還有站上其他均線 我就覺得這種狀況 這種情況的股價 我會比較喜歡一點 好 再來 再來 胡連有講到胡連 那胡連 6279 我發現你們都很愛考我 說實在話 就是你們都從來不跟我講股票代碼 然後就是 只跟我講一個數字之類的 嚇我一跳 好我們看到胡連 胡連他是做 車用連接器的 那像是這種股票呢 我跟大家講過一件事情 最近我在選股的時候 我不會選什麼 第一個像這種 他壓力在什麼 大量區在頭上的 你有沒有發現嗎 他大量區就在頭上 像這一種大量區就在頭上的股票 其實在操作起來 就會比較稍微小心一點 這樣懂我意思嗎 因為我想講大量區在頭上 表示壓力在頭上 所以說 假設股價反彈 假設股價反彈 反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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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遇到大量區怎麼樣 還是很容易會 會下跌 所以 所以類似這種股票 基本上我為什麼 選擇避開不要碰 我就選擇避開不要碰 因為他大量區間就在頭上 所以這種股票 我會選擇避開不要碰 至少等他整理之後再來 所以像胡連這種股票 我會這樣子看 因為大量區 就在這邊 大量區就在這邊 所以反彈之後 一定會遇到壓力 那一樣我們來看他月線圖 月線可以發現一件事情 他這個月的量怎麼樣 哇喔 這麼大 這個月量這麼大 這個月的量這麼大 所以表示什麼 表示他下個月 就有可能會怎麼樣 量縮然後去整理一下 那下個月量縮整理一下的話就表示什麼 表示說就是 會希望說我們把資金放在其他 比較有機會的股票 就比如說像友達 你看像友達 像剛剛問的友達 友達你會發現他這個月量大不大 他這個月量其實一點都不大 你有發現嗎 友達其實這個月的量一點都不大 所以我在最近選股 就會比較鎖定這一種 就是這個月量沒有放大的股票 當然不代表說上個月量放大 這個月就不能放大 沒有這種事情 但是我會在這邊 會去鎖定像這一種 這個月 成交量沒有放太大的股票 這樣說不定下個月他還有什麼 還有機會可以放量攻擊 這樣了解嗎 所以在這邊的話 我會比較會 會注意像這一種 這個月的量 沒有放大的股票 好再來 我們來看到 有看到郁金鋼 郁金光 好我們看到郁金光 像郁金光這種情況來說的話 我這樣講 郁金光這種情況來說 我會 比較不喜歡他 為什麼 第一個 他這個月怎麼樣 月線可以看到 他量放出來了 那量放出來之後 可是你發現 股價卻什麼 股價卻是下跌 像這月 量放出來股價卻下跌 就表示什麼 表示他是一個量價背離的走勢 所以量能放出來股價卻下跌 代表他這個月是個量價背離的走勢 所以 如果以郁金光這一檔股票來說 以月線來說 當然 我覺得他是 比較不好的標的 那麼再回到日線來看 日線來看的話 其實大概 他在這邊 大概就是一個什麼 一個止跌反彈 就是一個止跌而已 就是這個止跌反彈的訊號 所以說這邊 我會去關注一個東西在於什麼 在於說 去關注這一條均線 上面這條24均線 到底能不能夠站得上 如果能夠站得上 股價才有機會怎麼樣 才有機會再繼續往上 那如果說股價假設反彈 假設 假設股價反彈這邊 反彈這邊碰到均線也就下來了 那這種情況就表示什麼 表示股價他還有可能 又要繼續下去 所以 一到郁金光這種狀況來說的話 就會比較關注在這一 這一條 藍色這條 上方的24均線 因為現在均線其實可以看到 均線目前的 他的箭頭還是下彎的 這樣表示什麼 下彎的均線 就會 變成是股價的壓力點 所以 下彎均線變成股價壓力點的話 就會 表示說 他會 比較 反彈就很容易遇到壓力 遇到壓力就 下跌的可能性增加 所以類似這種股票 就不會是我們 主要的尋股標的 加上 我去想一件事情 我剛剛講過一個東西 你看大力光都長這副德性了 龍頭大力光都長這副德性 你覺得二線的郁金光會好到哪去 對不對 要長好歹是什麼 好歹也是大力光要 彈多一點 那連大力光都長這副德性了 你覺得郁金光會好到哪去 我覺得好的是有限 這樣懂得意思嗎 就是 龍頭都 龍頭都長得不怎麼樣了 我覺得二線應該是更糟糕 好 那再來 看到什麼 強茂 248月強茂 強茂是一樣 強茂現在就是比較尷尬 怎麼那麼多條線 來我們看到強茂 強茂就是這個樣子 看到這邊 我們先把線拿掉 我們都看這條線就好 你看 今天股價反彈遇到這一條線怎麼樣 站不上去 表示說 這條均線 24日這條均線 就是壓力點 然後我要跟大家說一件事情 我們要看一下強茂今天的狀況 強茂今天又發現股價怎麼樣 盤中是一路往上拉 還記不記得我在剛開始 還記得在剛開始跟大家說過 最近這種盤面 你不要看到股價往上拉 不要看到股價往上拉 就急著去追 這種狀況你一定會 吃虧 為什麼 因為最近都這樣 又股價往上拉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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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拉拉拉拉拉一段之後怎麼樣 就殺下來了 為什麼殺下來了 因為大家沒有信心 大家 當衝賺到就怎麼樣 就跑了 懂意思嗎 當衝賺到就跑 所以你在最近操作的時候 不要看到股價上漲 就跑去追 你中一定會很危險 你看到股價上漲跑去追 你這種操作一定很危險 所以說 就 最像是今天中股票 我就会稍微留意一下 起码知道今天去追高的人都怎么样 一定会变冤魂 今天追高一定都是变套牢的冤魂 所以说在接下来这样股票 我会觉得说 偏向看看就好 毕竟家间怎么样 他今天就是反弹到均线 站不上去 他今天就很明显反弹到均线站不上去 这种状况 除非他站回了这一条蓝色的24均线 不然的话我会觉得说 这种股票就是先看看就好了 好了 我这样讲先大概讲到这边 然后因为 对你们看到这一支吗 这一支一直被我包含这一支 因为等一下来抽这一支 等一下来抽这一支 你们刚刚看得到吗 我把那个放大一点好了 等我一下 我把这个放大一点 看得到吗 可以啊 就这一支这一支算是就还 实际它是网偶 然后它只是我去买了一支网偶 但是我把这个徽章 就把它自己打 把它粘在上面这样子 其实是这样而已 但是我去做这个徽章 觉得说它可以变成 以后可能会出真的网偶 但是我现在就是 时间有限 所以我没有办法自己做自己网偶 那可能以后会出 但是下面就有一个这个 就是给通庆族的标股报告书的徽章 那这个等一下反正就等一下会来抽 那在抽之前呢 就是还是要来就是 稍微工商实践一下 来看到这个就是在 我想讲在3月13号的台南 跟3月14号台北 还有3月20号的新竹会开这个 黄金均线的股票13班 我知道各位最近在操作的过程 一定会像刚刚就有 大家会问了很多问题 就是你不知道股票是该买还是该卖 什么股票该停损 什么股票不该停损 然后大家觉得说 我是不是会卖了之后 会不会股价反弹 或是买了之后就杀下去 那这代表说 代表说你没有一套 真正的正确的操作方法 所以说在 我这样讲 这个行情一定还没有结束 跟各位 比方说保证 跟各位就是 稍微检查说 这个行情一定还没有结束 现在跌 跌下来之后 才会有空间 所以说你不要 就是现在跌就觉得很可怕 很可怕 很恐慌 不要这样想 因为在全世界资金这么庞大的情况之下 行情 今年的行情可能还是会震荡一下 这难免的 但是会认为说 这个行情不会在这边就结束 不会在这边就挂点 不会 因为全世界的资金还是非常的多 所以你看 就算你去年没有赚到钱 今年会不会有机会 一定还是有机会 因为什么股票 标涨的股票 拨断股票一定都还有 所以在操作过程 你真的会需要一套 就是比较完善的操作逻辑 就是你要知道说股票什么时候该买 什么时候该卖 不要说你只会选股 就会发现 怎么都不会卖 怎么样 然后股价也不知道该什么时候该买 一个正确的买进点 跟一个正确的卖出时间点 其实非常的重要 所以这一堂课就教各位 怎么样去判断股票的买卖点 以及该怎么去选择正确的股票 所以在3月14号台南 跟3月14号台北 还有3月20号新竹 会有这个黄金均线的股票三班 那在因为最近大跌嘛 刚好又快要过年 所以原本是不想开早鸟 所以在今天到礼拜天之前 我会加开就是30位的早鸟课程 反正如果你想要报名 你现在缴费报名 那我就给你早鸟加 就原价是7300 那原价7800 那早鸟的价格就是5800 其实会有优待的价格 那所以说如果你想要报名的话 想要在今年 就是可以把技术学校 还有操作的话 那你就可以趁这三天的时间 我只会开放三天的时间 三天的早鸟名额 好不好 三天的早鸟名额 反正就是算是给各位一点优惠 就是快过年 刚好最近盘又这么烂 所以说如果你想要在今年 不要说把过去亏了赚回来 但起码有个正确的操作技巧的话 就会 我相信我的课一定会非常适合各位 好吗 所以就是3月13号的台南 跟3月14号台北 还有3月20号新竹 那在课程结束之后 会有一个月的赖群的辅导 那这个赖群辅导 不管是盘中或是收盘之后 反正我就会在盘中 我也跟各位讲说 大盘现在或是个股的情况 或是大盘的状况 这个都会在赖群里面跟各位讲 所以你会比较能够知道说 现在盘面是发生什么事情 这个问旧生应该就知道了 那在每天晚上的客服 也会教大家就是很多不同的判断方法 以及每天的盘式的观察方法 这个都会在赖群 后面会交给各位好吗 所以如果想要报名的话 就好好把握一下 这30名的早鸟价格吧 好那讲到这边 对啊报名就是自己去找助理 那个助理自己喊个声音好不好 废样是5800 废样是5800 就是 我这样讲原价是7300 反正现在就优待 就是早鸟 就是30名 算是5800 那反正自己去抢 就是看你跟助理怎么瞧 如果人数满了 助理愿意放给你找鸟 那我也OK好不好 如果人数满 因为像我上一班人数已经是280个人了 所以基本上要满应该是很容易的事情 所以如果你要抢找鸟 就自己去抢吧好不好 那在这边其实 看着看着都好想报名的 对啊就是有来上过课就知道说 来上我的课你一定会学习到很多 一定会学到很多 因为不管是买进或是卖出的时间点 其实都会有 好不好 好那再来我们这边来 对啊 想呼叫助理 怎样 现在怎样 抢人说对了 现在是要开始开抢了吗 现在是要开始开抢了吗 那个助理自己喊个声音好不好 想报名加一 现在是30名 然后再开抢了是不是 反正就是 就是 好啦反正就自己去那个好不好 好再来 时间是4个小时 从下午1点到下午5点 4个小时 4个小时的时间 然后上课内容会从最基本的 K棒 然后交到均线 再讲到形态 那还会交到筹码 还有一些就是当天盘中 像是预估量 或是一些 你们当冲可能用到的东西 但我没有鼓励当冲啦 只是说有些在当冲的时候 可能会用到一些技巧 像是预估量 或是像是5分K 或像是那个均价线 这些都会在课程里面交到 但是我先说 我不鼓励当冲 我非常不鼓励当冲 但是这些短线的一些进场的技巧 就是会在课堂上面 课堂上面其实都会交 就从最基本的K棒 然后到后来的 均线形态 然后到短线的一些技巧 还有筹码 都会在课堂上面 会去教各位 好吗 阿信老师的课很值得上 什么终身VIP 什么东西 抽到娃娃 是不是可以打折 对 但是 我先跟各位讲 你来上我的课 你要有心理准备 你来上我的课 你要有心理 因为上我的课 一定会很累 因为我会给你非常非常非常多的东西 所以来上我的课一定会很累 但如果你是真的愿意想要学的话 就是我的课程 一定会让你学到非常多 如果你真的想要学的话 我的课程 保证一定会让各位学到非常多 好吗 当充好赚 没有 当充赔的也很多 当充赔的也很多 阿信老师又帅又聪明 最近胖了不少 好啦好啦好啦 那 那个我还是先 还是今天的 因为快 要报名的自己找助理 然后 我这样讲 怎么会有给我暗怒 这样子 来 还是先来 那个来看一个东西 好了 等我一下 来 请问上几个小时 四个小时 好不好 四个小时 但是课服是后续一个月 上四个小时 但是课服是后续一个月 好不好 一个月会有整整一个月的课后辅导 老师台中会开课吗 嗯 不知道 老师什么时候 这个课程初阶听得懂吗 听得懂 我就说我会从最基本的K棒开始教 所以你初阶 或是你是 完全没有接触过股市 或是你开户开两天的 一定也可以听得懂 因为我会从头开始教 所以你不用担心你听不懂 你不用 这个是你是不用担心 而且就算你真的有不懂的地方 后续一个月的赖群辅导 你还是一样可以继续问 好不好 好 如果有订阅PP的话 我刚讲 就刚刚的价格是5800嘛 如果你有订阅PP的话 价格会变成5300 我会再优待500 因为这个事情大家都知道 等于说你有来上课 PP就是算是半买半箱送的概念 好不好 价格好累哦 价格是原价7300 早鸟价5800 如果你有订阅PP 就是5300的价格 好吗 东西多到你无法睡觉 什么东西 怎么加助理 那个助理自己去喊一下 好不好 助理自己去喊一下 好不好 助理自己去喊一下 那个助理自己去喊一下 好啦 助理自己去喊一下 OK吗 怎么报名呢 我这样讲 那些都救生 因为他们很多救生都已经上很多次 他们还要继续报名 因为我每一班教的东西 其实都不太一样 所以他们有来上过 就会知道说 就是来上我的课 其实收获应该会相对多 那给大家看的东西好了 其实这个东西就是 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就是上课学生对象单 上课学生的对象单 其实看到就是大家还是怎么样 像是红结科啊 之前讲过红结科 其实还是蛮多的怎么样 你看这个 这是这一个月的哦 4万多 然后这个多少 看这个3000多 1000多 1万多 5万多 其实看到过去 同学赚了怎样 像连勇之前 大家也知道 连勇之前也是 大家有跟大家讲过 其实连勇的 你看他还赚到2万多 所以其实说真的 就是来上课 当然不保证一定赚得到钱 但只能说就是 你可以增加你赚钱的几率 像这个红结科 11万多 这都是这个月份的哦 这都是1月份的哦 所以1月份 其实最近的行情 当然比较不好 但是在1月份的上半个月 可以看到 他其实 大家赚的都还不算少 看到吗 大家赚的都还不算少 1万多的 像这都是这个月份的 就是2万多 这也算多了 这多少 7万多 所以像这个都是 上课学生的一些对长 像这个多少 8万多 好了 所以说 这东西就是自己 反正上完课之后 就自己能够把握住 赚钱的机会 一定有的 相信我 赚钱的机会一定有 只是在于说 机会来的时候 你到底能不能够把握得住 好吧 那我们现在来抽一下报诊啦 要报名的同学 自己去私讯一下小编 好不好 要报名的同学 自己去私讯小编 那我们这边来抽一下报诊 来哦 来来 我这样讲 这个报诊因为 他没有说很贵 但也没有到很便宜 所以 这边我会先抽 我会先抽10个 今天我会先抽10个 来现在开始报数 自己报名 就是反正 我按照大家留言的顺序 你留言说 我要 我要报诊 4个字 留言这4个字 我要报诊 那我会按照 留言的人数 这样留言的顺序 来判断说 谁 就是反正我就看 看有几个 有几个 那我就从这里面 去抽10个好不好 好 现在就 好 我要报名怎么报 那个 那个 有要报名的 也要报名的 自己 自己 自己去 你去加他们一下好不好 有要报名的 等一下那个助理会去加 会去加各位 有要报名的助理会去加各位好不好 因为现在 夭壽 那些多人 那 好啦 那个 开始留言 我要报诊 现在开始 开始留言哦 开始留言 现在 开始抽了 那个 我手上这只不能抽啊 我手上这只不能抽 这是我的好不好 好吧 这我的 好 OK OK 反正等一下就开始抽这个 对啊 反正就是如果说你是要 反正就是你要报名 你要抢 9点45分 以我这边时间为主哦 什么都为了抱枕而来的 这样子 其实也不是抱枕 他是娃娃 说错误了 他不是抱枕 他是娃娃 他是娃娃 他 我 我讲错了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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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OK 那个 我就是要我的抱枕 不行 这一只非卖品 好不好 这一只非卖品 这一只非卖品 这一只只有我有好不好 每天都抱 我每天都抱他睡觉 开玩笑 什么能给你们 好啦 现在倒数 倒数 倒数一分钟 数到十哦 十 九 八 不要重复留言啦 重复留言 我就不管你啦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好 我要打了 留言 留言 結束 好 從這邊開始 留言結束 好 那個幫我算一下有幾個人 幫我算一下有幾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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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重複留言 重複留言就不管你了 幫我算有幾個人 哈囉 誰要阿信啊 阿信 阿信 阿信非卖品好嗎 這樣子 現在是要喊假了是嗎 好啦 好啦 那個小便幫我數一下幾個人 幫我數一下 數一下 數一下跟我講好不好 數一下跟我講 好啦 好啦 到到此結束 到我剛剛 到我剛剛留言說留言結束的地方 好不好 以下請不用再留了好嗎 以下請不用再留了 那個已經結束了好嗎 多老師的味 那個 那個 Tim 那個我昨天好像沒有洗澡耶 這樣多一個味道好像不太好吧 好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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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底幾個人 沒有人理我 沒有人 沒有助理幫我算幾個人 夭壽 沒有助理幫我算幾個人 收到抱枕每天開盤前膜拜 沒 沒 這個可以不用 我自己來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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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位 好 51位 來我們開始抽 51位 51位好 抽10個 1到51號 好 好 那個 恭喜這個 2號 42 50 39 11 32 16 36 3號 8號 恭喜這10位同學 等一下 我這樣講 等一下助理會私訊各位 因為助理會把這 你看到嗎 對助理會私訊各位 抽到抱枕了 麻煩請給我你的姓名 地址 電話 好不好 你要把這三個東西給助理 那助理才有辦法 通知你 什麼才有辦法把這個貨 寄到你手上好嗎 所以麻煩你注意一下 各位請注意一下私訊 OK嗎 各位請注意一下私訊 好不好 那最後如果你是要 剛剛講答案 如果你是要報名這個課程 請記得 助理會 你在下面留言我要報名 助理會去找你好不好 你在下面留言說 我要報名課程 助理會去找你好嗎 你不管是你抽到爆枕 還是說你要報名課程的 你都在下方留言 助理會去找你 OK嗎 你不用繼續找助理 助理會來找你 好不好 我們這邊服務很周到 那記得反正就是 30名早鳥架 在30個結束 就額滿就截止了 好不好 30個額滿就截止了 好不好 那我們今天直播到這邊 那下禮拜 應該還是會有直播 就是過年最後的直播 那應該還是會有直播 那只是今天是倒數第二次了 那所以說在最近的操作 還是一樣 祝各位就是操作順利 那記得小心一點 就這樣子啦 掰掰